那不同的角度 比方说我90度压下去就是这样 然后45度拉出来的线条 它就会有这种比较细的线条 小小一只画笔上依序沾上三种颜色 在皮肤上轻轻一点一压 两三下就变成一朵鲜花 很难想象这双优雅画画的手 最早在帮病人复健治疗 我的个性是比较外向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做在一个工作室 比较封闭的我可能会疯掉 那人家说30岁之前 你要找到第二专场 我30几岁才发现我绘画画那个天分 人体彩绘师周玉井大学时 就读物理治疗系 在23岁的时候 毅然决然到法国留学 因错阳差成为画室助理 开启了绘画之路 我的家人全部都是反对的 甚至从我去法国就开始反对了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医学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 放弃医生一个月期晚多元的薪水 转行做人体彩绘 没想到意外受到欢迎 不断接到厂商活动邀约 品牌跨足名牌精品到化妆品 平均一个星期可以接到三场活动 单场酬劳最多3万元 我刚开始一走就会走偏向时尚的 是因为我以前也在巴黎 看过很多流浪的艺术家 那为什么画在身上 因为画在身上就跟时尚有关系吗 画在指甲上 这些人只要学了 他都可以收钱的吗 周玉井勇敢放弃高薪 以及稳定的生活 追求自己的梦想 也成功开创一片天 记者李英伟万千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